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披露抓取屏幕截图 前两天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披露的视频 给您讲解了一下它如何处理图片 今天咱们用它来抓一下屏幕 看看能不能抓到 好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使用披露抓取屏幕截图该怎么做 首先咱们先安装披露 如果没有安装的朋友请您安装 咱们试一试 安装方法 加一个杠大U 说明这是没安装就安装 如果安装的话就更新 最新版本6.0 我已经安装成功 咱们看一下 没有问题对吧 我刚才看到了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6.0 OK 好 接下来咱们怎么抓屏 马上实战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从披露这个库里面 然后导出一个 input grab 用这个对象进行抓屏 咱们试一试 我马上建个文件 min点 然后很多朋友 很多外行朋友都敢叫P Pson 是不对的 Python 好 咱们把它input进来 叫做image grab 我想考大家一个英语单词 grab什么意思 grab g-r-e-b 截取摄取的意思吗 对吧 一个意思 然后咱们一上来 先做一个ready go 等两秒钟 然后咱们切换到咱们想抓的图片 想抓的这个屏幕 然后让它 两秒钟后抓屏 好吧 接下来怎么抓 简直就简单的要死 就这么样代码 大家请看 全屏幕抓取 image grab 然后调用grab 进行抓屏 这个它会返回一个image对象 但是咱们也不做对象处理 比如说有朋友抓屏之后 还有在上面画点圈 打点格 加点马赛克 咱们什么都不做 咱们直接把它输出 处理图片 是咱们其他视频的内容 然后输出成 咱们存到我当前目录下 一个out子目录 然后起一个文件名 就是png 好吧 然后我当前目录下 并没有out子目录 所以我建一个 OK 咱们马上抓屏 看看效果 go ready 切过来 应该是够了 抓完了 对吧 咱们看看抓的内容 这 把我这个VSCode抓下来了 是吧 非常的不错 很容易就把屏幕抓下来了 OK 这个库简直就是说太方便了 接下来 有朋友说 我不想全抓屏 我的屏幕就想抓其中的一块 是吧 该怎么做 叫做指定范围抓屏 咱们抓一抓 考不下来 把上面这个屏蔽掉 大家请看 怎么抓 image grab 然后grab方法 里面跟上一个bbox 跟上一个巨型 要指定一个巨型的范围 我指定范围是 x100 然后y是100 然后y是10 然后宽高 各式200 咱们在这个位置上 进行抓屏 咱们看看能不能抓到 试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做局部抓屏 是这样 以后 我准备做这个 用python玩gtm 对吧 其中gt画面 我就准备用imagegrab 进行抓屏 好 咱们试试 准备 ready 切过来 go 应该给它抓完了 咱看一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抓这么一块小区域 对吧 抓下来了 OK 非常的方便 对吧 是这样 它不是这个宽高 它是这个 from2 这是2的坐标 好吧 OK 这就是简单的 使用imagegrab 进行抓屏的逻辑 然后我给大家提醒一点 是 它抓到了屏幕的 这个图片的 参数 或说这个图片的 数组里面的内容 是RGB格式的内容 以后 咱们可能要做 这个图片的人物分析 人脸分析的时候 咱们用到opencv 那个 正好和RGB相法 那个是BGR 那个到时候 我再给您做详细的介绍 OK 以上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如何用peer这个组件 抓取屏幕的 基本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能够理解 OK 我的代码会放到 开中用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 Youku 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